很多人有興趣知道 Lottilus 50 的 Lottilus 到底是怎樣去分 怎樣去選擇 因為在很多人心目中 會覺得我想選一支最有氣氛的 Leica鏡頭 但講到 Lottilus 它有這麼多袋、這麼多款 到底是怎樣去選擇、怎樣去分 它們的特色是什麼 這次全齊了 由第一枝的 51.2 這枝就是 第一枝雙飛球手磨玻璃的 Lautilus 價值不菲 還有配合 這枝就是51.0的第一枝 因為它的 Filter Size的口徑是58 有時朋友會叫它做E58的版本 接著是 第二枝 第二枝和第一枝又怎樣分 第一枝是沒有了50字 而第二枝有50字在鏡身上 其他東西 鏡身都比較接近 然後就是第三枝 第三枝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 可以是倒轉吸 相對來說是最方便的一枝 因為夠遮光 亦都可以儲存方便 這就是第三枝 接著再下第四枝 第四枝就是一個 Build-in hoop 一個內置的遮光罩 那個形比較骨子和瀟灑一點 好 第四枝之後 就有0.95的版本 這個就是0.95 多了的東西就是 多了一個AS picture的效果 即是一個飛球面的設計 好 那麼多指鏡的瀟灑 和大致上分別的版本 就大家清楚了 講完他們的外觀 我們再講一講大約的產量 因為其實數據 不是百分百精準的 但有一個參考的價值 好似這一枝 51.2 那樣 若莫是15支 而至於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平均它們大約有4千支左右 當然有些有多有少 因為數據是比較久之前 所以未必是這麼精準的 至於50.95 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 因為現在還在生產 至於它們拍出來的影像 大致上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我略略講一講 1.2這枝 顏色比較濃 至於第一代 第一代的影像 有些少少的暗覺 顏色方面 偏暖色 即是說 可能拍攝人的時候 臉色會比較好看 接著 去到四代 四代 和一代的分別會比較大 它會比較冷調 亦會比較銳利 至於二、三代 在介乎它們中間 就有 若干的變化 接著 去到 這個0.95 0.95 因為它是有 飛球面的設計 整體的光暗 會比較平均 而且銳利度 在這麼多支 裡面 是最銳利的 一支 大致講了 它們的分別 那你想看看 它們的相片效果 那我現在跟你去看看 好了 現在又到 這個看相片的時間 我就逐一支 Nautilus 跟大家講一講 它們的特質 由 現在 由 這支 51.2 Nautilus 開始講起 這支 Nautilus 它就是 也是同樣 是同一代 是有 少少的 暗覺的 氣氛 是 濃烈的 因為這支鏡 是最早的一支 Nautilus 是舊鏡的做法 所以在散鏡部分 是會有少少螺旋的散鏡 在這麼多支 Nautilus 螺旋散鏡 是最明顯的一支 同樣 這支鏡 也是 表現到 有螺旋散鏡的情況 你看到 這個 鴨仔 它的頭 是 因為 圓形的位置 可以反映到 立體感的 威力 這是酒店的 Nautilus 有些花 相對來說 顏色比較濃烈 這個 當時是一個 餐桌上的餐牌 我看到 有個反光面 挺有趣 我試一下去拍攝 想不到拍攝出來的效果 比我預計中 更加有 感覺 有氣氛 說第一代 第一代 也是叫E58 的版本 這個 和 1.2 同樣 有四個角 有一點 輕微的 暗角 暗角 令到中間的主題 更加突出 現在這個 看到 雖然是一張黑白相 但 那個氣氛 那個感情 是很豐富的 是一個 擁有溫度的相片 你可以慢慢去 嘴咀每一個的細節 同樣 這個也是一個 黑白相 也是一個火車的 背景 但是 感覺是不同了 那個 氣氛 是因應 所表達的 東西 是有不同的感覺 這個是 Lotus 其中一個 比較優勝的地方 可以 引領 觀眾的 情緒 這個 亦都是 有些接近1.2 那個 老鏡的感覺 有輕微的 螺旋散景 令到主題 更加突出 亦都是 散景 比較有趣 這個是 一個 桂林的 景色 當時 黃昏幾乎 黑色 但是 你看到 後面 從山進檸 依然是 一層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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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oo 可以看到他們的 輪廓 亦看到层次,哪是前,哪是後 再加上河水,反光,氣伏 更加有層次 再加上一個主題 一個漁夫 當時氣燈剛剛反射了光線 在漁夫的面上 連眼神也看到 所以這是非常棒的一張作品 這不是很遠的地方 只不過是在尖沙咀海旁拍的 張本仔豪 後面都是點點的散景 不是很誇張 因為是輕微收了一些鋼圈 因為牆上有一點白色 相對來說,暗角的反應會更大 令中間的兩位人物更加突出 雖然光線不是很光 但色彩還原是很高的 例如說,這件衣服上的顏色 雖然有些接近 但也看到很清晰他們的分別 很多時候看照片 可能會不會被撿過 又或者是眼看到的場景 很多時候是拍不到出來的 這一張其實是DNG 沒有撿過的 現場是這樣的 所以這張也是很嚇人的 好,說一下第二代 第二代 其實你不是真的 用了一段時間 突然轉換另一支鏡頭 其實Lotus 不容易分得出他們每一支的特質 像這一張一樣 其實同樣叫Lotus 就不會差 一定是給到很深刻的印象 背景的虛化 以及主題的特質 都很明顯 還有就是Model 戴著頂帽子 那些小毛毛的細節 是表露霧的 這張就是一個大器的後台 光線在這邊射過來 看到衣服和妝 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頭色的反射也是很漂亮的 而背景的虛化是很有趣的 會像魚鱗 然後堆砌的 把背景堆砌出來 這個同樣也是一個大器的後台 有前景 再配搭主題 會更加有大領導 你知道我當時大約在哪裏 就算拍一些死物 那個感覺 都很強烈 有氣氛的 這個也是 大器後台的化妝間 這裏特意是 拿多一點 背景 在樹 中間 透了一些光出來 令到有一點點 紋光在這裏 再加上有個 Model 在這裏 那裏 就親托出來 不會說是很悶 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 其實都幾乎看到 金譜門口的 大減價的牌 那 這裏特意影響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它有很多球狀的物體 在這裏 那 變成 球狀物體 就可以很 鮮明地 表現到 這支鏡頭的立體感 大家看看這個 是否覺得 立體感很強烈 OK 到第三代 NOTRUS 第三代 那這個呢 雖然不是用 LIKER相機拍的 是用Sony A7拍的 但是氣氛 也是很不錯的 背景的虛化 也有 虛化得來 不是全部 含糊 creamy 棉花糖 那其實都是 有交代到 一定的背景 出來給你的 再加上這個 立體的 主題 更加 得出 那這個同樣 都是 蘭桂坊 萬聖節的 時間去拍的 那 譬如說 這個 有一點點 Pink 的 粉藍色 那這個色 其實在晚上 都是屬於 偏 難出的 一個顏色 但是 對於NOTRUS 一點難度都沒有 只要出不可也 那 對於特寫 來說 這支NOTRUS 是非常好的 可以看到 這些表現 突出到主題 也是交代到環境 在做什麼 那 那 你是一個 南亞裔的小朋友 那 有個背景 主題 都非常突出 那 衣服的紋理 也是清晰的 那 就算不見樣子 也好 主題 都可以很突出 雖然 環境 後面 有少少混亂 但是 因為 虛化 令主題 突出了出來 有人 是 拿著 一件事 是有嚇過的 那 通響小品 是沒有問題的 也是 特意選一些 比較上 有多一點弧形的地方 去表現 這一次的 這個是 特意選一個 走廊 有一個深度 有一個過度 是令到人 感覺到 是 有一個 牽引的感覺 好像 跟 相片 裡面的 主人 一起 向前走 的感覺 好了 第四代 這一支 比較鮮艷 這一支 比較 多一點 顏色 可以反映到 這支鏡頭的鮮艷 感覺 黑白 只要收少少光圈 影響大景 其實都沒有問題 同樣 都是立體感 都是強 少品 都是一樣 難度 類 這裏 我特意選了 中間的玻璃瓶 是不同的可樂瓶 Focus 在這裏 等一個過度的表現 這個過度 其實因為它大光的原因 所以 虛化 這個過度 是 比較厲害的 但是 又不會說 很生硬 突然去到某個位 有個斷策 在這裏 只要慢慢 過去 就算 拍的主題 佔在 相片裡面 很多 都不重要 你都很明顯 可以因為 它 主題的得出 是 當中要拍的人物 是虎之欲出 剛剛說的 比較鮮色 這是其中一個 選擇一個 比較 有綠色樹 紅色衣 更加可以反應到 這支鏡頭鮮艷的感覺 這裏 是在一個破舊的屋子拍的 完全是自然光 甚至是 發光板 照明 一切都沒有用到 就是看外面的光線 方向 由窗邊滲入 模特兒 剛剛好 一半分界 去出到光 我覺得是很美的 所以特意和大家分享 這張也是 有光線的方向 光線 打到模特兒的面容 令它出現 立體感 和那份氣氛 好了 50.95 這支 是AS Bridge AS Bridge 鏡頭 這支 這麼多支 50 NOTA 這支 是最鮮 最鮮 最鮮 很明顯 你看到 畫面 鮮 鮮 全都出來了 有人物 有花 這張 同樣都是 碰目 至於晚上的時候 其實它和人眼看得差不多 只要它 焦點 左的位置在哪裏 基本上 就算暗位都好 它全部和你有交代 不會 做粗了事 你看一下 C機 去拍照 那裏 有光線 方向 有光線 有光有暗的地方 去拍照 拍照 反映到 衣服的細節 例如 巢 很多模特兒 我拍過之後 都問 為何我跟前衣服 複製 其實因為它推出Leica的鏡頭 一般來說推出的細節是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會看到拖一點的位置是偏偏的 這個很明顯的影片 看到是比較鎮定一點的 例如毛毛的一條條毛毛 都是可以很清楚地表現到 這支鏡頭銳利的一面 是不是鮮明了很多呢 這個0.95的感覺 中間的人物好像彈出來一樣 而且氣氛也不錯 散景有點像老鏡 雖然它是現代的鏡頭 但是散景的感覺在某些情況下 也有輕微的像老鏡的感覺 就算拍一個木頭也好 氣氛也是很濃烈的 看了這麼多的照片 其實你不是很刻意去個別選擇一些 所以你可能會分得出哪一支打哪一支 很視乎你自己的需要 去選一支你自己適合的鏡頭 這個就是大致上 這麼多支Nautilus 它們拍出來的效果 這麼簡短的介紹 相信就未能夠滿足到你的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支Nautilus的資料 歡迎你來到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店 去了解一下 我或者是我的同事 都可以跟你講解一下 你亦都可以親自去試一試這些鏡頭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